我们看到那前面呢有一辆车要从这个挂壁公路开过去 现在呢我们进在这辆面包车的后面我们也要开过去 你看上面两边呢全部都是洗头 我真的害怕这个洗头突然滑下来 诶看看 你看哇上面特别高特别多感觉随时都可能压下来 那一边呢就是万丈新烟 哦小心点小心点 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狭窄 只能一个车才能通过 如果两个车那是没办法会车的 还是慢一点 你看一下我们的师傅在开车他有点紧张 好快哦 还是没事没事 我腿都是走的 对哦 现在那越往里面走的感觉是越闲 哇你看到那个便包车都是歪来歪去的 有点抖 看一下 前面的这个洗头感觉就要掉下来了 我天哪那一块特别的抖 有点像要掉下来一样的 太害怕了像这样的一个路况 这里呢就是贵州省右盘水的一个大山里面 哇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山迎来还是很漂亮的 不过当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离开这一条挂壁公路 好 现在呢我们是开车过来 从那一边开过来 等一下开到前面有地方停车的话 我们停下来 然后我会再走过来详细的看看 就是这一条挂壁公路了 刚才呢我就坐在车上 然后呢从那边东东东走到这个地方来了 还是有点害怕呢 刚才啊我坐在车上呢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尿出了两滴 因为那边非常的险阵 在这个角度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条挂壁公路是挂在那个大山的中间的 然后呢底下呢就是万丈深淹 以我非常不专业眼光的看了 至少都有上百米高吧 而上面呢 也是前崖峭壁 感觉那些鞋头随其都有可能压下来 有点怕 现在呢我从这边 走路返回过去看一看 看一下这一条奇特的挂壁公路 有很多司机都不敢在这一条路上开车的 因为实在是太吓人了 我们看一看这里你看 这个鞋头感觉随其都有可能掉下来 有没有这种感觉 好再往前面看 这里呢有一个村庄 这一条挂壁公路啊 估计是这一个村庄的 连面用来出行的一条挂壁公路 贵州呢是一个卡西特地貌的省份 拥有非常多的高山峡谷 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很多的大桥啊 有很多的山洞 这种奇特的地貌啊 造就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观 你看这条路到这里的话就非常的窄 两个车那是没办法会车的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车过来的话 下路相逢嘛 永者胜 要嘛就是一个的车退了 看到这块鞋头没有 这里有一块鞋头看一下 这块鞋头可能就是从上面滚下来的 所以说走到这种半山弦路 还是得胆大心细 然后抓紧时间通过 不宜久留 现在走到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害怕 生怕上面的鞋头滑下来 热鞋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出太阳了 很难得贵州是一个天无三立情 今天竟然出太阳了 昨天还下了鲍鱼 今天就出了大太阳 很难得的 这里呢就是这一个挂壁公路最精彩的部分 最危险的路段 你看 首先 来看一下这一块大鞋头 就是这一块大鞋头 天呐 它感觉是粘上去的挂上去的 然后呢 又感觉随时可能都可以掉下来 因为你看 这里呢有一条裂缝 我天呐 有点吓人 现在往前面走 这条公路啊 听说有很多司机都不敢在这一条路上开车 因为确实是很夏脸的 但是呢 里面这个村庄的脸面啊 它边的车机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它边经常在这里开车 所以说它们开的挺快的 然后一下子 浓郁就通过了 诶 你看 刚才看的那个最大的鞋头就是这里 太大了 再往前面走 这里呢就是这一条挂壁公路的精华部分 我们往这边往下面看 波烤 万丈生烟啊 至少有好几十米高 难道里面呢 因为昨天下雨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细处都还在滴水 这里不宜久留 赶紧通过 跟着往前面走 底下的这条路呢 还是泥灵的 你看一直在滴水 细处都在滴水 赶紧通过赶紧通过 哇天哪 你看这个鞋头 有点危险 刚才我就在那一块祭席的下院 那个地方我感觉是最危险的 这个地方好一点 往这边看 我们可以看到对边呢 有一些房子都是建在这个高山之中的 底下呢有一条峡谷 而这边呢是属于贵州 对面是属于云南省 这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 还有这边也比较危险 你看 这么大的一块锡头 我站在这个地方啊 腿都有点发软 因为底下是万丈深渊 看看 大山里面的风光啊 真的是非常的奇特 非常的漂亮 太壮观了 你看那里山上还飘着一朵云 而里面呢有一个村庄 在后面呢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庄 然后这一条河啊 把这一座大山分成两半 你看这一条峡谷就像一道雷缝一样 地球上的山横啊 把云南贵州分成两边 这边呢是贵州 对边呢就是云南 好准备赶紧走到回去了 感觉这条路还是非常危险的 你看底下的这条路啊 都有泪缝呢 你看有很多的泪缝 现在往前面走 因为昨天下雨啊 所以说你看 这里的墙壁上都一直在滴水下来 而且这个水啊滴得很快 有很多你看 然而这些席头啊都是比较松的 感觉是什么 香上气的 完全有可能再掉下来 这样的感觉 路呢有点滑 还是得小声一点 不管去开车还是走路 好走上来了 哦再看一下底下 我的天啊 看一下没有这边路边 这一条路 而底下这里你看 闲空的 这个地方是闲空的 也就是说等一下 不管车还是人都不能走到外面边来 因为底下是闲空的 看一下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人要走的话 一定要走到里面来 那块鞋头那边是闲空的 绝对不能去踩 只能走到里面来 看一下 再看一下那个闲空的部分 太危险了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在这里啊 我们能听到 我从名鸟叫 像一首动听的歌 夜娥啊 刚才呢 我在这一条挂壁公路 也坐着车 过去体验了一下 然后再走路过来 也体验了一下 感觉这边的人们啊 太了不起了 能挖出这样的一条挂壁公路 旁边的车子应该是非常好的 经常在这样的 挂壁公路上行走 好了 今天的这一个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